深刻的意识培养 现在它初步会动了 因为我在要求它 它都会动了 那么回去的话 就要强化 打球 是靠脚去找球的 步伐去找球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是用靠手去勾 手去找 早也找不到 一定是用脚去找的 这个回去要培养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 它现在位移的速度 跟灵敏性 还不够快 那么回去 我们其他的训练呢 就可以拍上场了 包括这种 包括这种 你就让它跳跳跳 两个人也是一样 比如两个人对练 两个人对 来 你出来 你面对着你 两个人 两个人 你看我们一种灵敏性测试 你往这边跑 你就跟着它跑 你看 你跟着我 你看啊 我上去你就后退 我后退你就上来 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看好啊 你跟着我 跟着我练 过来快点 马上快下去 是不是 那么我们 这个是 让它跟着一个主练 一个复练的 另外一个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 我们练 练这种 完缓的这种 灵敏度 过来 这也不是挺好的吗 因地制宜 知道 这些道 大家回去都有一点 要有点 训练的时候 有点创造性 因地制宜 可以从这里 跑到这里 从这里 过来 跑到这里 再跑到这里 或者两个小孩 有一个篮球 他不要喜欢 这么大的排球 你推着排球跑 我推着排球跑 两个一直往前跑 这样子的训练 既不枯燥 又能够训练到 它的步伐 但是站位 始终站位一定要对 我们的站位 始终一定要对 就不管你练啥 这个站位是死的 不能练在这种 这种站位去跑 或者说是 我在练这个步伐的时候 从这里摸到这里的时候 这样子就跑 这样子没有任何效果 好 从 我们是从九点钟开始讲 讲了一个小时 给我休息几分钟 接下来的训练再来 好的 小朋友 把那个地上的球举起来 把它用地上的球捡起来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苹果呢 小苹果呢 跑到哪里去了 没小苹果 跑走了 丢了 不行啊 你看他 现在十六百零七二 以后 我们的队员回去都要测试的 他跑到这个速度 这个不测试的话 以后你就没有这个数据 因为现在他的步伐很慢 你先把他慢的数据拿下来 那 你再过一个月以后 练的时间的话 这个速度快了 得到他以前的数据 说明他的步伐就跑得快了 小苹果走了 小苹果我告诉你 他不会用到十六秒零七 他跑的这种速度 应该在 最快的好像是九秒多 你看看 这样子跑过去 他如果拼命跑了 我记得 他刚刚开始跑的话 像这个队员的话 第一次测试 我们在家里面测试的话 应该是十四秒多 然后面 他练了三个月以后 我们测试得到的结果 是不超过十秒 那说明你三个月的 现在通过这些数据 通过在这里 不停的去练习这种步伐 他就进步了 说明他就快了 这些每一个队员回去的话 你们的数据都要保存起来 小苹果快 小苹果过来我看一下你跑 现在跑多少 他好像是最快是八秒 从这里 那比这个队员快一倍了 来你摸台脚 现在看的速度是多少 摸台脚是 蹦起来 好吧 要不要拼 要不要耳边带风 他要带风 小孩子挺好吧 他说教练我跑着跑着 他从我耳边看到 他就吹 太吹了 这是我们要带风 起来 预备 你看他 我叫预备他就开始动了 你看很自然啊 预备 走 一 快快快快 来对 二 慢了慢了慢了 三 四 五 十三秒八 还是慢 他以前的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一点 我们最近 在那个小房间 这个八球馆没弄好起来 我们一段时间没练体能了 这前几天才开始恢复 我们在里面练 没那么快 那 我看一下 另外一个队员啊 哪个 哪个出来跑 你出来跑跑 来 预备 预备 走 大的队肯定稍微败 一 二 五 三 四 五 十四秒零六 十四秒零六 到时候你要两对手来摸 这样子 十四秒零六 十四秒零六 来 那小女孩过来 你看啊 预备 预备 手摸这里 这个手摸这里 这个手摸这里 到了那边 那个手摸那里 预备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等一下 十六秒二 二 那这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啊 这个 每一个队员 每一些队员 大的队员 小的队员 我们都要保持 如果太大的队员 人很高 初中生高中生 我们就摸 摸那个斜对角 这是一种训练方法 那回去一定要不能停 一定要坚持 这个你跑的 如果说是像 像他的话 如果在像以前跑的九秒多 十秒多之内 跑完的话 那个速度打起来 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的 这是一种测试方法 另外一种测试方法 就是我们的冲刺测试方法 三十米 如果有条件的三十米 你把它第一次冲刺的速度 记录下来 每个队员记录下来 在一个月之前 把它记录下来 一个月以后 练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数据 你看你的队员就跑得很快了 像这个小孩 他跑的步伐 都是从这方面跑出来的 更不是他天生会跑 他天生也很慢的 也是转迷迷的 这样转迷迷的 就是用这个方法练出来的 来 我呢 这个很充实 还有这个方 这个练这个也是 第一次的话 他跳十个 他跳十个就跳不了 他现在应该可以跳到五十个 第一次我跟他练这个的时候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多少个 起动 准备 准备 开车 准备 准备 走 开车 三十 三一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六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你看他基本上 达到这个 他已经很疲惫 已经起不来了 那你们要每一次的记录下来 当他做懂的话 学生的小孩做了几十次的时候 说明 他的灵敏度跟协调性 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说他打一条 你再加上这些引导 他不会跑 不可能不会跑 你叫他 你叫他 站死在那里 他也不可能站死在那里 所以说 我们 不法训练的这些方法 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不伤身体 对吧 好 好 那个 这些队员 这几个队员 等下呢 我们再另一个 就是在原地的小岁部的 给我在这里这样子去做的 三十秒一组的 来 把牌子放下来 小朋友我带着他们手 你在前面 三十秒一组 拉开一点点啊 守护在这里啊 后脚跟提起 往前看 身体往前倾 预备 走 看这小马达 你看这些也差别 看着哪个不快好的肯定快 是 你看不快不好的肯定快 是 是 加油 有钱到了 三十秒 看 这样慢个步伐 动不起来的 一 对吧 对吧 二 我们各幼儿园去选择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标准 你看一帮队员 一帮队员在这里 垂直的摆的动力最大的 说明那是奇调性 他的 他的脚步的灵活性 小腿的力量就越好 那肯定那个队员容易带出来 那个队员那 发不出力的 就这样子的那种 那后续 灵活性肯定就跟不上 这百分之百的就是 心天上的这种天赋 这天赋就摆着 来 对手 预备 我们再看一下 这步有没有改善 起动 速度 F Hidden 去挂折 停啊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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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脸 groß 累不累啊 累了 那你回去 我们在这旁边 练多了 肯定跑得起来 这样子跳多了 对吧 再来一组啊 让你们等一下 出汗啊 对啊 你们去年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去年呢 去年呢 当时我带他的第一个月 他就是外面下着雪 很冷 零度零下 这个头全部是出汗的 这个汗水都流下来的 这个就是训练 你看我们这种训练回去的时候 你说他不出汗 每天搞得疾苦才不出汗 预备 预备 出发要退啊 你看啊 看我的后脚呗 预备 走 好 好 现在稍微好一点 你看 第三次听的声音就不一样 我不用看 我听那个声音就不一样 好嘞 行 好 好 这三次下来 你看队员已经有点累了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另外一个项目 从那个到这个 基本上半个小时下来 船身都出汗了 这样子的话 可以达到我们复法训练的效果了 回去 回去 这几个要多做 是吧 这几个一定要多做 关于步法的 这些 当然上台演技 是的 这些我们也讲了 那么我们 我现在给 给一些时间来 给大家去提问 有哪些还不懂的 回去练步法不懂的 我可以跟大家再讲解一下 谁有问题 来你说 就是前后步法的转换 什么转换 就是前后步法 第一转换 就是前后步法 我们练前后步法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要给球 一定要给好 那小毛拿球来 你看 再看一下 往前往后的步法 这些球是怎么练的 对 如果要他靠前 这里 没关系 你看 如果要他靠前的时候 发的球软一点 往后退的时候 发大一点 上来 往后退 对 对 再往后 上 上 上来 往后 这个节奏不要太快 在往前的时候 发这种球 往后的话 发这种球 就是前后 你发的时候 不要发同个节奏 你看 你发这种球 就不对了 这样子就不对了 发前后 应该是这样的 发 这 他叫有前有后 要停下速度 速度不能跟上 不是我们是 列的是百速 或者列的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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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